大家好,我叫Maksudva Mira,中文名字叫米拉 今年是我在中水游工作第15年 这个翩翩起舞的女孩 是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民 1988年,米拉出生于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阿克赛 五岁那年,母亲一位慧眼识珠的舞蹈家朋友 发现了她的天赋 热心建议米拉学习舞蹈 高中时,品觉兼优的米拉 听从了父亲一位曾在中国深造 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情感的朋友建议 选择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大学学习中文 期间选派至中国兰州大学留学 无论是舞蹈的练习还是中文的学习 都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培养了米拉吃苦耐劳 勇往值钱的品质 2010年春天 米拉毕业了 她的工作首选便是中国公司 米拉勤奋好学的态度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使她与中国石油的企业文化一拍即合 因为是工作风格吧 工作习惯 工作风格不重要 中国人比较重视性 有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就是细节决定常态 再加上中华和哈方 需要比较听众文化 那大个比方 中国人非常各自善良 比如说我工作的命中 其中有一个安排车辆 实际上事情太小了 但是不管是同事领导 我给安排四季和车之后 他们非常感谢 就说了很多客气话 这就是一个尊重 我非常珍惜 也深感谢 就能理解我的工作 也能尊重我的工作 身边的同事 毫无保留地将工作经验 和丰富的知识与他共享 善于学习不怕吃苦的他 很快成长为 能够独当一面的公司员工 公司一直在发展 养花很大 规模也很大 但是不管公司规模大小 不管同事多 我还是保持一样的工作状态 要拼命地工作 还是想对公司付出自己的固险 还想在公司做得最好 2016年 米拉的父亲 突患中风 公司同事得知后 给她提供旧衣帮助 还把上好的中药送给她 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支持 我父母一感到这个 当然很感动 在公司领导也好 同事也好 那么支持 那么喜欢他 那么帮助他 对我父母来讲也是 对自己的友谊 儿子也好 我就被这个事情害动 永远不会忘我 我在中学到现在 这是我的第一个单位 我也希望我继续在这儿干活 继续在这儿平民地工作 对米拉来说 最喜爱的 除了中文 非舞蹈莫属 坚持高度自律地练习 使她成为颇有收获的舞者 多次在哈萨克斯坦 迪拜 法兰克福等 世界各地国标舞比赛中获奖 三年前 一次停车场的偶遇 她认识了穆萨 坠若爱河 如今 已经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这是我的老公姚穆萨 你好 大家好 因为米拉 穆萨了解了中国文化 选择的家庭车辆 也是中国生产的比亚迪 米拉喜欢中国夫妻 相互尊敬 地位平等的家庭氛围 穆萨对此也很支持 二人共同分担家务事 在米拉忙碌的时候 主动承担起 奶爸的责任 十几年过去 米拉的青春年华 与中国石油相伴 随着能源思路 不断延伸 她将继续 以舞蹈为伴 为中汉油气合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坚定国民公司将来这个最好的未来 最好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